一臺灣 聲聲一舉功 感謝花蓮鄉親力挺 賴蕭培聯手出擊 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翻台之後首場教室 從蹲點十年的花蓮起步 現場喊出超過六千人 花蓮我要回來了 讓我可以在最失落的時候 能夠站在回南灣 有中央山脈做我的靠山 有你們做我的同伴 牽著我的手 面對浩瀚的太平洋 我披荊斬棘的每一個山口 都能夠成為勇氣的榮耀 都能夠成為 我面對世界的智慧與勇氣 我在這裡要再次謝謝 各位花蓮的鄉親 十年的相伴 十年的溫暖 只有你們才能夠讓我 這一條路上越走越踏實 相隔三年多 蕭美琴終於回娘家 鄉親高喊歡迎回家我想你 讓蕭美琴情緒湧上心頭 一度哽咽 想到成音都沙啞 而她還剪了短髮 用新造型登場 1月13號的冬季戀歌 不是蕭美琴兩個人的冬季戀歌 是所有台灣人民的冬季戀歌 美琴回來了 大家高不高興 小美琴 小美琴就定位啟動戰鬥模式 由於小美琴將趕回美國 進行駐美代表工作交接 結束花蓮行程後火速北返 留下賴清德從花蓮趕到台東 扶選再Cue蕭美琴 國際社會說她是台灣戰包 溫柔而且靈活 跟中國戰狼粗魯 而且蠻恨極端的對比 賴蕭合體完成首場 扶選造勢分進合集 互相補位從艱困選區出發 力拚贏下台灣 三選旅宴陳俊傑就是軍花蓮台東 這麼不等